法務委員會 現在繼續開會 處理臨時提案 每位委員發言時間一分鐘 第一位請審智慧委員 審委員不在 本案暫不予處理 接著請吳智陽委員 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 政府因為做事彈機結構的失衡 導致民眾陷入了缺彈、貴彈 還有芬普尼超標的毒彈等三彈齊發的困境 本席更了解到 全台的食品安全抽樣數量明顯不足 看到最新的官方統計 臺灣2017年的雞鴨蛋的產量 總共有82億顆之多 但是源頭的牧場抽檢 跟消費端的通路抽檢 抽檢量卻只有500次左右 明顯不夠 替百姓在吃的安全上把關 特此提案要求農委會 以及衛福部提升食安抽檢頻率 是否有當盡請公爵 本院委員、吳智陽等十一人提案 做如下決議 含請行政院處請問院會有意義 沒有意義通過 接著請江啟成委員 本院委員將啟成等十二人 有鑑於中選月日前預告 訂定全國性公民投票電子連署 及查對作業辦法 明定要電子連署公投案 需使用自然人憑證 然而公投是民意的直接表現 應以更多元更便民的身份認證方式 來協助民眾進行公投連署 目前自然人憑證的普及率 不到公投投票權人數的三分之一 若以此設限 恐有妨礙民眾進行公投連署之餘 原此要求行政院研議開放 各式民眾使用的健保卡或國民身份證 透過網路科技進行電子連署 以維護民眾的權益 是否有當盡情公決 本院委員將啟成等十二人提案 做如下決議 含請行政院延處 請務院會有意義 沒有意義通過 接著請葉宜金委員 主席各位同仁 本席以及二十一位委員臨時提案 有建議政府推動長照二點零計畫 但是南部人口老化嚴重 又普遍缺乏區域型的長照中心 特別是偏鄉的濱海地區 所以本席建議西營北門分院 因為在二零一二年發生火災後 方會到現在 這個地點適合作為北門地區的長照機構 建請衛生福利部 將新醫院北門分院 作為長照中心園區 增加偏遠地區 增加偏鄉 濱海地區的長照能量 是否有當盡情公決 本院委員葉宜金等二十一人提案 做如下決議 含請行政院延處 請務院會有意義 沒有意義通過 接著請蔣乃欣委員 主席各位同仁 本院委員蔣乃欣等十二人 針對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發布的報告 空屋每年在全球造成七百萬人找死 比每年死於戰爭摩殺 廢節和孽極的總和還要多 該份報告並指出 空氣污染已不是環境與健康的問題 更應該被視為人權問題 然而近兩年環保署PM2.5 監測無效值的數字 比數大幅度的增加 相關部會常以假裝監測設備故障或維修 企圖製造藍天的假象 本席要求行政院加強查集並縱罰空氣污染源頭 並且嚴格督導相關部會 確實監測並呈現空氣污染的數值 切勿侵害民眾呼吸新鮮空氣的權利 是否有當敬請公爵 本院委員蔣乃欣等12人提案做如下決議 含請行政院援處請務院會有意義 沒有意義通過 接著請時代力量黨團提案由徐永明委員代表發言 主席各位同仁 香港特區政府於2019年2月 向香港立法會提出逃犯條例 以及刑事協助條例修例之討論文件 宣稱目的是為引渡香港籍在台犯案之疑犯 須完善以個案形式合作日期制及涵蓋面 並且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任何部分 處理該條例對台灣之適用 也使在港被捕之人犯得以以致中國 接受中國司法系統的審訊 隨中國對香港政府的實質影響力擴張 本治條例通過之後 將使中國政府得以合法手段 處理相當多會影響到台灣人到香港旅遊或是權益 所以我們認為說 希望台港在彼此共認之國際標準下貫徹形式正義之實踐 陸委會及法務部應積極與香港政府協商 以適用範圍基於台港之協議來處理這個問題 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提案做如下決議 喊請尋聲援處請務院會有意義 沒有意義通過 接著請羅明財委員 羅委員不在本案暫不予處理 報告院會臨時提案軍禮處理完畢 下午二時三十分繼續開會 進行交通組織質詢 現在休息 請注意